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圆 现在已经是凌晨 1点46分 这也是为什么我上次讲话这样小声的原因 因为我的家人他们都已经睡着了 然后现在这个时候 为什么我还在那边拍影片 原因就是因为我想要 验证一个 一直以来流传下来的一个都市传说 它不能算是一种都市传说 但是它可以讲是一种 经济 就是老人家以前流传下来的一种经济 那就是半夜10点过后 那就是晚上10点过后 不能够照镜子 经过我上了Google search的一些资料过后 我发现是真的有这一个传说的 就是晚上不能够照镜子的传说 然后他们是讲 因为每个人的身上都会有 七分人气跟三分鬼气 然后到了晚上这个时间 阴盛阳衰 鬼气上升 这时候你照镜子的话 往往会看到 不应该看到的东西 然后这边的资料还显示 它讲 半夜2点过后 是绝对不可以照镜子的 否则你会看到自己 以外的人 然后我也曾经听过老人家讲 当你照着镜子的时候 你靠的很近 你靠的镜子越近 几乎粘贴脸的话 然后你把你的眼球 往右边看 你会发现到 镜子的后面 会有你自己以外的人 我对这个说法一直都是半信半疑 但是我又不敢去尝试 所以我今天就不知道提起了什么胆量 然后我决定要去验证 这个传说 现在已经是1点56分 我还有4分钟 然后我现在打算 去我房间外面 那边有一个镜子 所以我打算去那边设置 摄影机 然后我来验证 这一个现象 所以我现在就要去拍摄镜子 所以我现在在的是我家的二厅 然后我后面这边就有一面镜子 我现在脚有一点在发毒 现在已经是2点07分 这个时候 我家的baby突然间哭了 所以你们会听到baby的声音 现在已经是2点07分 已经是 出发了 不可以找镜子的经济的那个时段 然后我现在打算就来 近距离照一下我后面这一面镜子 你看 起来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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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在照这个时候 我的心跳加速 而且我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什么 我真的越照越觉得镜子里面的自己 很陌生 陌生到我开始 好像没有看过这张脸 我现在已经是非常的怕 可是这个验证已经开始了 所以我就不打算到这边就听 然后我打算更近距离的照镜子 然后眼珠往右看后面 看会有什么不应该看到的东西 希望不要看到 好 好 我们来聊起来 好 有个拍摄 谢谢 现在我们来带一次 这边是个拍摄 太大了 我们来带一次 就吃很多 能不能够 多阑 我剛才眼珠往右看的時候 是沒有看到什麼東西 可是我就是覺得 我不想在這裡講 我現在只想要快點進去房間 我現在已經進到了房間裡面了 現在我的心跳還是非常的快 而且我的腳也有在圍堵 因為該外面的那個氣氛真的是太過 有一點 我不懂想形容就是 不懂是心理作用還是什麼 你總覺得就是 背後會有一種涼涼的感覺 而且 剛剛我在照鏡子的時候 我看著自己很久 我真的覺得自己越來越陌生 我好像沒有看過這張臉 那種感覺就是 你是誰你 你這個你好像很陌生 我會覺得自己好像很陌生 然後在我第二次 近距離靠近鏡子 然後我眼珠往右看的時候 這就是剛剛我在外面 不敢講 所以我在選擇進來房間裡面關著門 才打算講出來 因為我不懂是 自己害怕的心理作用還是什麼 我總覺得 剛剛在我眼珠往右轉的時候 鏡子裡面的我 那個眼珠好像是 依然沒有在轉 我希望這真的是我的錯覺和 我的幻覺或者是心理作用 我真的希望是這樣子 而且我也沒有誇張 我也沒有騙你們 我真的是 那個時候 我的眼角燒過 我覺得 鏡子裡面的我的眼珠 好像是沒有轉的 我希望 我真的希望 這只是一個幻覺 跟錯覺 我覺得這應該是一種心理作用 我一直覺得我背後好像 有一對眼睛 我希望在我剪輯的時候 真的不要發現什麼奇怪的事情 現在我的手已經出了很多手汗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掰掰 我們下集見 我們下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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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都被人生好了 一會兒 我們下集中 我們下集中